哎呀 没想到我怨祖 又回来了啊 哎呦哎呦哎呦大爷啊 这么笑脑袋不迷糊吗 迷糊啊 那迷糊就别这么笑了 过去吓人的大爷 叫啥大爷 叫怨祖叔叔 啊啊 怨祖叔叔 哎 我说你一个保安 不在岗楼子里头站岗 你跑到经理办公室干啥 哎呦我 我这衣服干 那个不是 你到底找谁吧 我找谁 对 这个物业公司的经理是我爸爸 太客气了吧 是我儿子 啊 你是于小脸的爸爸 哎呦我 那你俩是长得一点也不一样啊 是吗 这大伙都这么说呀 我儿子确实是没长过我 是 我这老说呀 于小脸一定要有你这份自信 他对你长大伙 哎哎哎哎哎哎哎 啥于小脸于小脸的啊 这于小脸的名字也是你叫的吗 要叫大经理 啊啊对对对对那个叫于经理 对哎 哎独自可教授 哎呦我天啊大爷 你是不是想说如此可教授啊哎呀就那个意思吧啊哎你闲着也没事我从老家带了点土特产去洗洗一下摆两个拼盘啊啊行哎呦挺沉呢回来 哎呀我发现你这小伙子长得挺精神的啊 这家伙跟我那年轻的时候长得那是一模一样啊呢啊 哎呦我太吓人了啊我老的就别在那啊 咋的 哎呦 我欲笑脸啊 珍惜你年轻的时光吗 什么啊 儿子 爸 干啥呀你 我都快飞气了 你们来 咋的了 我想你吗 爸呀 想你 你就这么抱我呀 啊 下面就这么抱我你 是是 不对不起 爸 我是实在太想你了 来来来来 爸 来来 坐坐坐坐 你说你也是 你说来就来 你也不告诉医生 还把村主任给带来了 村主任呢 哎呀 他哪见过这个世面呢 这一下车就蒙圈了 自己转了 哦 小脸 她这次主要来呀 这像你学习中物业的管理 啊 你要好好教学她 对啊 你要坐着讲 让她站着听 那不合适 那是咱长辈啊 我能让她站着吗 不合适 啥不合适 这样她更能仔细听 小脸啊 你现在啊 当领导了 我还得教育你几句啊 这当领导了 一定要低调 不能让她啊 上次我来 你干了个副经理 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咋又干上正经理呢 这啥意思 爸 咱家我要是当上正经理了 你还不乐意啊 我谈谈恶意了 那你应该替我高兴啊 高兴高兴 不过呀 自咱你当上正经理呀 咱家就更不消停了 咋的了咱家呀 咋的了 你大人 这一下子给咱家送了十只鸡 你二叔给送了两只羊 你三婶啊 干脆把那牛牵咱家去了 哎呦 这些长辈都是太为我高兴了啊 这还不算呢 最高兴的就是孙姬头 你王奶奶非要把他家的大姑娘嫁给你 我没答应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这咋的了 爸呀 我跟你说 我抗议啊 平时老催婚 老催婚 这回别人给接上女朋友了 你咋还不同意呢 我能同意吗 他家最小的姑娘都四十九了 你妈呀 父亲 父亲你英明啊 父亲 哈哈哈哈 哎呀 爸呀 你这一兜的特产就是生地瓜呀 啊 那我只能是摆成这样了 摆上 摆上 哎好 哎 我带的这地瓜呀 是最甜了 哎 哎 走来 嗯 我说你这孩子 屁股咋杀疼呢啊 不是 这是你坐的地方吗 那个那经理还站着呢 啊 你等完水去 哎 回来 拿去的 哦哦 对对对那个 我我去我去 兄弟 老鱼 老鱼 哈哈哈哈 春春人来了 你这么狗年比兔子跑得还快呢 你这 别来用 是啊 什么咋的啦 你爸 爸爸给带丢了 不是 我爸呀 想想你在我们小区啊 多溜达溜达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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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水啊 哎呀 谢谢 哎 兄弟啊 喝水喝水 介绍一下 太太介绍了 啊 来 这位 就是我们村的村主任 叫韩大爷就行 你好 这位呢 就是我们 我们村人 颜值担当 哦 那有见过 燕祖叔叔吗 哇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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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喝水喝水 哈哈哈哈 两人啊 哎 这小区 都是你管理的 哈哈 那玩意 行吧 随便 哈哈哈哈 啊对对对 是我管理的 哈哈哈哈 嗯 不错呀 啊 管理的好啊 是吗 你现在都当上经理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没骗你吧 啊 看见了没有 这个办公室 就是我儿子的办公室 啊 哈哈哈哈 是不是挺好 好好好 那当初 我说我儿子当经理了 你咋说的 我咋说的 啊 我给你学一遍 啊 燕祖啊 哼 就眼儿子那样子 他要是能当上经理 我就是干了 哈哈哈 你是不是你说的 我不是这意思 啥意思 我的意思啊 就是脸儿啊 能把这个小区管理好了 能当上了经理 我这个村主任呢 我就吃了 哈哈哈 你看他们年轻人干你 你看你看爸 村主任不是这个意思 你扶不起来 扶不起来 坐坐坐坐 我就扶不起来 来坐 哎我这次来啊 哎 就是跟你们来学习管理经验的 哈哈 对吧 哈哈 哎 说说 这小区都是怎么管理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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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他应该 把人 啊 哈哈 一看就开会不认真挺吧 村主任啊 是这样啊 管理方面呢 就是严格控制门禁 一人一卡 一车一杆 外来人员呢 必须得登记才能进来 哦 一旦发现可疑之处 马上向我汇报 我向你汇报啥呀 向我儿子汇报 哦 哈哈哈哈 哈哈 脸啊 这基础设施 都是怎么维护的 他这玩意 嗯 开会的时候去找 基础维护啊 主要就是责任分工 谁负责的区域出现问题 就找谁 哦 对 那规章制度是怎么定的 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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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剩一边吃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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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啥你不贵 啊是这样啊 是由经理和副经理 还有各部门的主管一起研究制定 哦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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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哎哎哎 就是我 不我说你这孩子 你咋这么欠呢啊 啊 这我儿子的地瓜还没吃完呢 你老抢答啥呀你 抢了你能是不是啊 不是啊 不是他 爸你说这就不对了 他们平时我开会的时候是他们就 他们要抢答都是对的 拉倒不你啊 拉倒不你啊 起来 你坐这儿 接着问 你们这物业费是怎么收的 哎呦我的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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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费你给我问费了吗 这不 嗯 行了 换个话题 你们这保安是怎么训练的 我来打 这边讲啊 我来 这下很 嘿呦我的妈呀 问着我了啊 这个我跟你 早点名晚出操样样我都行 上西立正向后转 停车入库你要听口令 听口令 听口令 给看嗓门应不应 你听听我嗓门应不应 哎 倒 倒 倒车 来 倒车 来 倒车 倒车 怎么样啊 我说的没错吧 哎 对答如流啊 哎 我儿子行吧 太行了 嘿嘿 物业费怎么收的 我 哈哈哈哈 嗯 嗯 嗯 行了行了 行了 我呀 还是问他吧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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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是经理 你问他干啥呀 老鱼啊 还不明白吗 这是真正的经理 那我儿子是啥呀 尸瓜群众 哈哈哈哈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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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实话吧啊 爸对不起 我骗你了 我这不是经理 我是 小区保安 啥玩意儿 我 你 这么大声干啥 你这 我 是保安 他 你刚才几顿的人 才是我们经理 我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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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干啥呀 这是 你说我就 没当成经理 你说你上 上这么大火干啥呀 不是我上火呀 我把你大爷的鸡全都给吃了 你让我咋跟他说呀 不是 不是 没事等我回家以后 我多买几只 我给他补上不就完了吗 这不是补的事 你给我站起来 小脸小脸啊 你说你 哎呀 你 我怎么教育你呢 你说你啊 我让你诚实 你说你 你为啥要骗我呀 爸你别生气啊 不是说我想骗你 你说这我出门两年了 老给你打电话 你就说我也没有个进步 是不是 也没有个起色 其实不是那样的 啊 后来我又着急 我就想 那我编个谎吧 让你开心开心 我说我当成副经理了 这家你可好 他把村主任给带来了 我是要面子 但要实事求是的 啊 就说你吧 呵 你呀 就是当上经理 当上保安 都没关系 啊 只要把你的本职工作干好 一步一个脚印都能成为国家的人才 啊 这 你说这干啥不一样啊 你非得 爸 我错了 这个确实是我错了 我想好了 咱以后我就踏踏实实干 对不对 我我给咱家争光 我不给你丢人 行不行 这就对了 老鱼啊 儿孙似有儿孙福 别太操心了 哎呀 你看你说的 那我儿子要是有我这个颜值 嗯 那我也就不操心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小脸啊 哎 这都说开了就好了啊 这样去小区参观参观 好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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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贝 谁找到了谁不累 嘿嘿嘿 快乐是个蛋糕 谁陪下谁就还陪 嘿嘿嘿 大一面 二一面 二一面 小一面 小一面 都是身边最快乐的人 嘿 快乐的Family 一场快乐的Family Family